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也是不舒服的 其实谈不上慈悲不慈悲 就是他如果阅历里边有的话 他那个就是那个密码或者来到这一世 他没有他选择的余地了 就是就像因果一样 就像这个世界的周生我们是按阅历的因果来实现 你做了那个阅 裹熟了你就那样 阅历也是 他是发了那个阅 裹熟了就那样 也是裹熟了 他也都该做啥做啥 但是他的界地上不会动 就单也是空 不单也是空 就一样的 是不是 好也空 坏也空 都一样的 他真的那心 他能安住在那个空的境界上 这个病也空 他要借助这个自己不喜欢的不要的这个东西来去解脱 他也是在借助 就不是说 必是他不喜欢的 说句老实话 但是他如果有不喜欢的东西在他身上 那他还不是净土 他还没有安住在净土 他的世界怎么可能有不喜欢的东西呢 假如说有个窗是他不喜欢的 那这个窗在他的世界啊 在他身上就是他的世界佛世界啊 那他有不喜欢的众生 或者他有不喜欢的三恶道 那个就是三恶道 那他难道不喜欢他要抛弃它吗 是不是 那些东西他都要不看起净土的 这是修正的一步 这是从空性的证件 按住空性的证件上 没有什么东西看不透 你按住然后一步一步正的 刚开始你又觉得说不舒服 你很想抛弃他 这是在佛学的角度上 但是说 你说 哎呀难道我学佛 我得了病不治吗 说我月里有 我就承担你也要治 在这个世界上 用整种助缘来治疗 给众生视线 你有病就要治 众生是找病下的 众生是觉得你是病嘛 你就要治 治好治不好再说了 继续治咯 就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英语至于是什么 那每个人他承担他就知道 在英语上每个上师 他将会视线不同的修正历程 不同的死效 不同的生效 生老病死效 他都会视线 他千万不要着笑 不管他视线什么 最主要看他讲了什么 他讲的东西对不对 然后他传播了什么东西 他是不是在办 因为每一个老师 其实都是 释迦牟尼佛 是这个世界的 真的是 他的 就是说每个老师来 他讲的仍然是释迦牟尼的东西 他不会出释迦牟尼佛的份 因为末法时代还是他的实教 他在实教里面 你还在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期 没有一个人会再另立 如果是菩萨或者是崔建民老师 这种 男老师 崔建民老师 他们不会利力猛派的 他不管怎么传 还是传释迦牟尼佛的东西 他就是个助教也罢 支教也罢 就这样子 你看他能不能讲清楚 就值得我们恭敬了 重重了 至于他这一生怎么走过去 实现什么 那是他的因缘 他来了缘或者是他不来了 或者怎么那是他的事 跟我没关系 他讲了什么 他讲的足以射送你 就值得你重重了 那我们不管你怎么 跟哪个老师学 你始终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记住 你是佛子 你学的是释迦牟尼的东西 不是其他老师的 其他老师是由他的正量 和角度 会帮你裁塑 怕你听不懂 帮助你来领悟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男老师这样子 原一老师那样子 崔建民这样 他们一生都经历的很 可以说 如果我们从人道的角度 讲三个人都经历的蛮坎坷的 因为他那个时代 动乱啊 文革啊 战乱时期 男老师 陈建民都是战乱时期 在家文革时期 哪有 就是真的是跌破流离啊 然后酸切苦辣 体验的比我们多 人情世故看的比我们多 经历体验比我们多深 那都是大德 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 他们修正 克服人性的脆弱 他们难 不是什么年代多么的 是他们克服了他们自己的欲望的脆弱 然后坚持修行 关键一点 值得我们 就是值得 能够做我们的榜样了 因为同类人 他们有情感 有决顺嘛 他们每 每在佛学里面 往前走一步 他就要跟自己的欲望 和习气 再争动一番 挣扎一番 所以 那么难 因为他们 陈建民也是有家 有结婚的 然后 其实闭关三十年等于没有家 男老师虽然结了几次后 基本上也是一个人呆着 那个什么 原有老人也是一个人 就是他们在一生里面走过的路 不是我们能够简单几句话 就你看他的死相 他那个什么 就评价他一番 我觉得真的 不是一个真正学佛者的所为 我想所思所行 你了解他们 看过他的传记 看他的一生 然后再评价他 因为闭关几十年的人 他就算是 就算没出来弘法或者什么 但是他留下的东西 就很保费了 因为在官方里 他的企业给留 他看经典的那些东西 他能留一个取公正学集 我觉得很很珍贵 真的是 我一直 对 值得收藏的东西都是 因为 那些东西不是你坐在外边 每天看着说你能学习到的 他是他实实际际的在官方里 慢慢整理出来的 他真的是挺蛮珍贵的 我在看陈建民 陈建民是最 是 我觉得第一次我看到一个 能把大圆满个财中的分别 讲得那么清晰的一个人 能把大圆满个财分开讲的人 很难 很多人哄了一谈 我觉得都是看了男孩记的 初步都是看男老师的 也都是看一下奥修的 还有看陈建民的 然后甚至管越野老人 他们真的是 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 都是从这走过来 加吉涛 也学了几分 台湾这边 有些 对 但是没他们几个普遍 对 他们几个影响密 影响 范围广 但是他们几个的古文水平很高 对 对 来老师陈建民真的是 哇 就算是不学佛也是才子 真的是写的东西也值得一读 就算不学佛 写诗写写写其他的东西也很厉害 这是人才 一流的人才 对 他在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